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今天咱们要讲的是一起发生在日本的儿童失踪事件 这起事件跟普通的失踪案不一样 这起事件当中充满了诡异和离奇的色彩 说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在自己的家里 有五个大人和其他四个孩子全都在家的情况下 竟然一夜之间离奇失踪了 让人想不通的是这些大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孩子不见了 而是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才发现了 后来警方出动了大约4000人的搜寻队伍 总共搜查了6000多个可疑地点 但没有任何的发现 那么这起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小女孩她又是如何失踪的呢 这事咱们往前倒 发生在1991年 91年日本的福岛 福岛这地方咱们曾经也说过 之前说过一个福岛的厕所藏尸案 号称是日本的口味最重的案子 也很有意思 那么今天这起失踪案呢 也是发生在福岛 福岛的田村市传银亭 在这儿住着石井一家七口人 他们住在一栋二层的小楼里 这石井一家的男主人叫石井贤一 案发当年37岁 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社长 为了方便工作 他把公司的地点设立在了自己家的这栋 二层小楼里 所以说呢 这个二层小楼既是他家 也是公司 那这样的话 既不会耽误工作 又可以兼顾家人 同时呢 也可以节省一大笔房租的开销 和上下班的通勤时间 那男主人之后 他的妻子女主人叫石井良子 当年是27岁 俩人差10岁 但是呢 夫妻二人感情相当好 早在八年前就结婚了 两人生了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女孩最大 叫石井武 案发当年7岁 另外两个男孩 分别是6岁和1岁 除此之外啊 家里还住着74岁的爷爷 和66岁的奶奶 也就是石井贤一的父母 所以说他家这情况 儿女双全 老人健在 三世同堂 生活富足 可以说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家庭 但是啊 他们家这样的幸福生活 却因为一件诡异的事情 被彻底打破了 这件事发生在1991年7月24号 这一天 石井家来了两个小女孩做客 这两个小女孩 都是石井夫人 石井两子的朋友的孩子 一个四年级 一个二年级 这两个小女孩 加上家里原本的三个孩子 五个小孩给闹翻天了 玩得非常高兴 这石井夫人一看孩子们这么开心 就干脆提议说 让这两个小女孩 在自己家过夜吧 两个小孩的父母一听呢 觉得也行 就放心的离开了 把孩子放在了石井家里 那么五个孩子 毕竟是同龄人嘛 都很开心 除此之外呢 需要说的是啊 还有一个大哥哥 带着他们打游戏呢 这个大哥哥叫做玉川和谜 22岁 他是谁呢 他是男主人 石井贤一的公司里的一个员工 那其实按理说呢 普通员工肯定是不能在老板家里随便跟孩子玩 跟孩子打游戏的 他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他是石井家的大女儿 这个七岁的石井五的表姐的男朋友 有点绕 但是呢 还是有这么一些算是类似亲缘关系吧 那么如此一来啊 他在这个石井家里带孩子们玩 也就很正常了 而且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 他也会时不时的在石井家里住下 方便办公 而在案发当天呢 因为临时需要处理一些额外的工作 所以玉川和谜就也住在了石井家里 所以说这一天石井家相当热闹 除了石井夫妇 石井夫妇的三个孩子 石井夫妇的父母 还有两个做客的小女孩 还有一个留在家里的公司员工 就这样一天下来 玩的玩 闹的闹 办公的办公 到了晚上八点五十 男主人石井贤一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感到很劳累 就早早的带着两个儿子 回到了二楼的卧室里睡觉 在这咱们要说一下 在平时呢 没有客人的时候啊 一般都是石井夫妇 带着三个孩子 都睡在这个二楼的大卧室里 但当天呢 因为来了客人了 而且还有两个小女孩 如果让这两个来做客的小女孩 去单独的睡一个屋 显然是不太放心 所以这个石井夫人 石井良子当天呢 就提前准备好了 隔壁的一间屋子 在里面放了一张双人床 让女儿石井武 和这两个来做客的小女孩 一起睡 而他们夫妻两人呢 还跟原来一样 带着两个儿子 在那个大卧室里睡 当天晚上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那么八点五十这个时候啊 他们家的两个儿子 已经在屋里睡下了 但是楼下这三个小女孩一块啊 还是玩得很高兴 那因为当时正好是暑假嘛 第二天也不用上课 可以多玩一会儿 所以几个孩子呢 就一直玩 打算晚点再睡 那么他们家里不是还住着 这个石井武的爷爷奶奶吗 这个爷爷奶奶的卧室啊 在一楼 说当时这老两口 看到这个孩子们玩得挺高兴 可能也被孩子们这欢声笑语 给感染了 突然就心血来潮 想着也出去玩一玩 也去浪漫一下 于是老两口决定 出门去喝点小酒 小酌一杯 那么在晚上九点二十 老两口就出门了 出门之后呢 他们在门外 还回头往家里看了一眼 发现这个三个孩子 还在客厅玩呢 而那个公司支援 玉川和米呢 他的房间也在一楼 一看他的房间正好刚关灯 这应该是已经睡了 之后老两口上了出租车 前往酒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老两口在上车之前 特地从外面锁上了一楼的屋门 那么之后过了十分钟 九点半 楼下的三个小女孩 渐渐的也玩累了 一个个的开始打哈欠 于是就都上到了二楼的房间里睡觉 石经武睡在中间 两个来家里做客的小女孩 睡在他的左右两边 这三个孩子确实是玩累了 躺下没一会儿就都睡着了 此时在楼下的石经夫人 也跟着忙了一天了 现在孩子们好不容易都睡了 赶紧去做一些家务 收拾收拾 那么一个小时之后 十点半的时候 他收拾完了 就上二楼 进到了这三个女孩 睡觉的房间里 往里看了一眼 还给他们盖了一下被子 但是这个时候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这竟然是最后一次 看到自己的女儿了 从屋里出来之后 石经夫人去了二楼的洗手间上厕所 在上厕所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楼下 有大门打开的声音 顿时感觉有点奇怪 心想难道出去喝酒的父母 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还是说是有谁出门了呢 于是他就推开厕所的窗户 望下看了一眼 然后就看到 这个公司的职员 玉川和米 一个人急匆匆的出了门 朝着南边走去了 石经夫人一看 心里也没多想 觉得可能他跟这个老两口一样 也出去喝酒玩去了 就没有上心 那么上完厕所之后 石经夫人又来到了一楼的浴室里洗澡 在这个洗澡的过程当中 他又一次听到了有人打开一楼大门的声音 并且还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 但因为他在洗澡不方便 所以就没有出门查看 之后到了晚上11点左右 洗了大概20分钟 洗完澡了 也确实忙了一天啊 太累了 一心光想着休息 他就出来之后呢 直接关掉了一楼的灯 上二楼睡觉去了 把刚才听到的开门声和那个脚步声完全都抛在脑后 都忘了 那么之后在凌晨两点左右 爷爷奶奶喝完酒回家了 别看这老两口喝了酒了 但其实他们很清醒 他们很清楚的记得出门的时候锁上了一楼的屋门 但现在回来以后呢 用钥匙一开 发现一楼的门锁被打开了 老两口一看这情况啊 实在是有些疑惑 只能进屋以后再一次把门给锁上 然后他们就进了旁边一楼的这个玉川和米的房间 想问问是不是玉川和米把这个大门给打开的 原本这老两口还想着 这么晚了去找玉川和米 会不会吵得人家休息啊 结果当他们来到了玉川和米的房间之后 却发现玉川和米不在房间里 老两口愈发感到奇怪了 因为之前他们出门的时候 明明看到玉川和米已经关灯睡觉了 怎么现在又不见了呢 而且出去就出去吧 怎么连大门都不锁一下呢 老两口很奇怪 于是上到了二楼 敲开了石井夫妇的房门 被叫醒的石井贤一一脸迷糊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清老两口的问题 就稀里糊涂的回了一句 明天再说吧 然后呢 又倒头继续呼呼大睡了 就这样 一直到了早晨四点半 石井贤一因为工作需要早早的起了床 吃点早饭 然后准备开始工作 但当他走出卧室之后 却奇怪的发现 原本应该锁住的通往二楼的这个楼梯口的门 现在竟然是开着的 不过呢 他当时也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忘记锁门的事情呢 时有发生 所以他就直接吃了一点东西 然后开始工作 之后又过了一个小时 早晨五点半 昨晚跟石井五一起睡的两个小女孩醒了 他们醒了之后啊 发现睡在中间的石井五不见了 然后就从房间里出来 告诉了大人 那石井贤一 当时他已经醒了在工作 他是第一个得知这个消息的 于是他就把全家人都叫醒 不过起初呢 大伙并没有太过担心 以为石井五只是早早的起来了 然后离开了卧室 于是呢 一家人就一边干自己的事情 一边不紧不慢的 喊着石井五的名字 可是等到他们把家里所有的角落 都喊了一遍 都找了一遍之后啊 却发现石井五不在家里 这个时候 大伙才开始紧张起来 他们赶紧把家里彻底翻了个底朝天 但还是没有发现石井五的身影 面对这个情况 石井嫌疑再也坐不住了 赶紧报了警 警察来到石井家之后 首先对石井五做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石井夫妇表示 女儿石井五胆子很小 平时晚上连一个人上厕所都不敢 出门的话 一定会在家里留下字条 上面会写着自己出门了 去了哪等等等等 另外 在通常情况下 石井五都是和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五个人一起睡在大卧室里 而案发当晚 为了陪伴两位小客人 石井五是和这两个小客人一起睡的 这也是他第一次没有和父母一起睡 那么可以想象 当晚 石井五的内心肯定是更加害怕的 加上胆子本来就小 他更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大半夜的又跑出家门去什么地方 因此基本可以排除是石井五自行出门的可能 一定是有人带着他或是引诱他出门的 而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思考 当晚在家的只有玉川和米这一个外人 他是具备作案能力的 并且根据石井夫人的表述 在当晚石井和米还出过门 当然这个石井五的爷爷奶奶当天晚上也出过门 客观来讲也具备一定的嫌疑 但如果说老两口想要害自己的孙女 说实话警方也不太相信 而且通过后来对当晚他们所在的喝酒的小酒馆的调查询问 从9点20老两口出门到凌晨2点回家 这段时间当中 两位老人的确一直在酒馆里喝酒 因此不难发现 排除了自家人之后 这个玉川和米是唯一的具备作案能力的这么一个外人 所以他是具有一定的嫌疑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 石井夫人在当晚还遇到了有关这个玉川和米的异常情况 首先就是之前说的10点半 他从女儿的房间里出来之后 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玉川和米匆匆忙忙的出了门 其次在上完厕所 石井夫人洗澡的时候 他又听到有人开门 并且还有上楼的脚步声 当然这个第二次这些奇怪的情况 到底是谁发出的 当时石井夫人在洗澡 他没有看见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前后这两次异常情况 中间的间隔时间并不长 最多最多也就只有10分钟的时间 那么通过这些情况 警方认为 这个玉川和米作为一个外人 他没有再向任何家里人说明的情况下 无缘无故的就在深夜出门 并且神色匆忙 不知去向 这很难让人不去怀疑 所以眼下应当先找 玉川和米去询问一番 但奇怪的是 玉川和米自从昨晚出门之后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不过紧接着 正当警察给石井全家人做笔录的时候 大约早晨6点半 玉川和米意外的回家了 警察一看 马上就把他控制住了 问他是不是把石井武给带走了 但玉川和米却一脸无辜的回答说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更不知道石井武失踪这件事 警察问他 昨晚去哪了 为什么要在半夜急匆匆的出门 玉川和米解释说 说在昨晚10点多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自己的一个朋友 在情感上遇到问题 约好了晚上要打电话沟通一下 于是他就赶紧出门 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开始给朋友打电话 那么在电话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朋友的情绪很糟糕 在电话里说 一时半会儿可能还说不清 于是他决定 马上去郡山市 去找这个朋友当面沟通 那当时挂电话之后 他本来准备开车过去 但是上了车之后 发现自己这个汽车电瓶没电了 打不着火 无奈之下 他在车里等了几分钟 然后又试了一下 发现还是无法启动 于是他赶紧就到了车站 想搭乘新干线去郡山市 但到了车站之后 发现末班车已经开走了 于是他只能乘坐出租车 去找这个朋友了 之后大概在晚上11点半 他打车终于到达了郡山市 原本俩人在电话里说好 在郡山市的一个百货公司的门口碰面 但郡山和米他在这个门口等了半天 朋友却没有出现 而一时间呢 郡山和米又联系不上这位朋友 于是他就干脆在这个门口的一条长椅上 又开始等 可是等了半天 这朋友还是不来 他一看呢 干脆就在这个长椅上躺下 这样睡了一宿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搭乘首班列车回来了 走到石井家门口之后 就看到了门口的警车 然后他才得知了石井武失踪的消息 那么这就是郡川和米的供述 但是毫无疑问 这番供述的说服力似乎并不大 警方思来想去 也认为只有郡川和米这个外人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于是就把他先行拘留了 那么这个郡川和米 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案犯呢 如果是 他是如何把石井武给诱拐走的 而如果不是 这起案件的真相 又是怎样的 别急 稍后下节 咱们接着说 我是大腕 如果你喜欢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 点击关注即可 好 咱们稍后下节再见 2 0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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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